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她推向王位的母后大人 也是前任太王拉玛九世唯一的妻子 施利吉王后 施利吉拥有显赫地位带来的荣华富贵 一国之王赐予的钟情垂怜 却终年出轨自己的保镖 在情夫死后与丈夫反目成仇 力推自己儿子登上王位 如此做派 就是后宫甄嬛 也不免逊色三分 世人对于施利吉的印象 一直是人间富贵花 她永远画着精致的妆容 戴着昂贵的珠宝首饰 身着华丽的衣裙 因此被外界评为亚洲最美王后 在年轻时 她站在雍容华贵 美丽大方的英国女王身边 在容貌和气质上 都能不输 中年时期 她因为婚姻生活无趣 还找了年轻 懂得淘汰欢心的保镖情人 为了保住逐渐衰老的容颜和情人看起来更搭一些 施利吉迷恋整容 却因为严重的后遗症问题 晚年脸色发黑 施利吉可以说好命一生 1932年 她出生于泰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玉昆家族 这是一个仅次于泰国王室的名门贵族 施利吉的父亲是拉玛武士的孙子 做过军官 也曾经出任过外交大使 施利吉从小便接受贵族式教育 音乐 绘画 摄影等样样精通 小小年纪更是有着卓越的语言天赋 精通英语和法语 而身为外交官的父亲 时常带他游历欧洲各国 眼界随着年纪的增长逐渐打开 施利吉与前任泰王普密鹏 邂逅于充满罗曼蒂克气息的法国巴黎 当时的普密鹏只是个王亲贵族 他留学于瑞士 听闻自己的表亲 也就是施利吉的父亲 初始巴黎 便想着前往拜访 但是到了约定的时间 还是迟迟不见普密鹏的身影 直到已经过了饭点 普密鹏才狼狈不堪地赶来 原来是因为飞机晚点 普密鹏让施利吉和他的父亲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金贵的施利吉心生不满 全程冷脸 与普密鹏的对话中也充满了挑衅和苛责 然而爱情故事永远这么老套 高富帅 不会爱上柔情似水的温柔女子 却总是钟情于挑战自己的权威的带刺内归 普密鹏一看施利吉这颗带刺的小辣椒颇为可爱 不由当下心动 几次接触后 更是爱到难以割舍 他梦里梦外都是施利吉的影子 抓住一切可以去巴黎的机会 只想多见施利吉几面 随着越来越多的接触 施利吉也慢慢消除了对普密鹏初见时的不满 他发现这个王亲贵族风度翩翩的外表下 是如星辰般闪耀的优点 他热爱运动 与自己一样喜欢音乐和摄影 和他在一起 每时每刻都能产生共鸣 就这样 两个灵魂慢慢相互吸引 契合 泰王普密鹏 作为拉玛九世一国之君 曾就贫困的泰国与水深火热之中 也一手把泰国王室打造成全球最富的神话 这样一个被称为神一样的男人 对施利吉的情爱究竟有多浓厚呢 1948年 普密鹏赶着与施利吉约会 极度疲惫中 飞速驾驶汽车 一想到心心念念的可人 便激动不已 不料中途交易车祸 尖锐的玻璃碎片刺上了他的右眼 昏迷中还一直喃喃念叨着施利吉的名字 而这场车祸让普密鹏的右眼彻底失明 这是他爱的勋章 也是他爱的代价 失去一只眼睛的普密鹏依然喜爱摄影 他为施利吉拍摄了许多照片 让他心爱之人如花般的笑颜 永远定格在了芳华之年 他曾对朋友说 我妒忌别人为我的妻子照相 我愿意自己亲自拍照 即使不那么如意 我也舍不得扔掉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施利吉年轻时的照片 充满着温暖与爱意 都是出自普密鹏之手 1949年 普密鹏向施利吉发起了求婚 施利吉的家族并不想长上明珠 嫁入阴云诡异的后宫 直到普密鹏向施利吉承诺 自己此生只爱他一人时 施利吉方才点头 与普密鹏成婚后 施利吉成为泰国王室最年轻的王后 年仅18岁 受过贵族高等教育的施利吉 为丈夫分忧解难 精通 英 法 语言的他 在外事活动上频频出彩 内阁中他更是不辞辛苦 拉拢势利 为普密鹏巩固王权 婚后两人育有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普密鹏更是几乎满足施利吉的一切要求 为他购置华丽的高定礼服 定制奢华的珠宝首饰 力求将施利吉打扮得璀璨夺目 艳压一切皇室贵妇 施利吉有很多皇冠 基本每次出席活动 他都会佩戴 施利吉凭借闪耀的首饰 金丝银线及宝石装饰而成的华服 不单单只是在国内 在国际上也是一时风头无二 施利吉的王冠珠宝比起英女王来 也丝毫不逊色 这两大美人的两次同框 施利吉无论是相貌 气质还是穿戴 都丝毫不输给英国女王 朴密鹏封施利吉为摄政王后 一起共商国事 琴瑟和鸣的两个人 一度被传为佳话 一世一双人 曾经的承诺我做到了 那你呢 朴密鹏不是这段爱情中的背叛者 辜负情感的是施利吉 每日处理不完的证事 让朴密鹏精力憔悴 王权的巩固让他杀费心机 他无暇对这份感情注入仿佛剂 喜怒无常的情绪 也代替了昔日的甜言蜜语 而此时施利吉身边 出现了另一个男人 他就是施利吉的贴身保镖 纳朗杰 在苦手丈夫的漫漫长夜中 纳朗杰的出现 像一束照进峡谷中的光 融化了施利吉的心 纳朗杰与普密鹏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兴趣广泛 爱好艺术 或许施利吉在纳朗杰身上 看到了年轻时普密鹏的影子 或许他只是怀念 与普密鹏初见时浪漫的爱情 便很快和纳朗杰相爱了 他们从刚开始偷偷的私会 到后来大方玩手 出现在公共场合 施利吉在践踏着 曾经诺言的同时 也蹂躏着一国之君的尊严和脸面 而这场布伦恋 注定以生命的祭奠作为终了 1985年 泰国王室派遣纳朗杰前往美国执行公务 吉日后 鲜活的人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被运了回来 官方宣称 纳朗杰因任务失败 不幸牺牲 但其中实情如何 无人知而不语 人死不能复生 只能在身后给其哀容 施利吉要求所有王室成员 参加纳朗杰的丧礼 包括自己的丈夫 蒲密蓬 而在葬礼上 施利吉身着丧福 神情哀妻 用手轻抚情夫的面庞 悲痛与不舍从眼神中呼之欲出 葬礼之后 施利吉被送入泰国的皇家医院进行静养 但实则是泰国王室对施利吉进行了软禁 和所谓的刮公治疗 这也是普密蓬对施利吉不忠行为的惩罚 在皇家医院待了半年之久的施利吉 出来后像变了一个人 他开始迷恋上浓厚的妆容 一头冰冷的猪脆 却不见从前的名谋好齿 服饰也从高贵典雅变得夸张怂气 再不似当年绰约多姿的身影 他的身材变得肥瘦无比 有人说是他沉迷整容而产生的不良反应 也有人说是普密蓬国王 为了毁掉他量力身姿 而给他偷偷注入了激素 而更让人揭叹不已的是 从此以后 他的身边从未断过年轻帅气的保镖与男宠 而关于王后的娇奢淫欲 更成为坊间茶余饭后的胆子 让普密蓬和整个泰国王室尊严无存 曾经爱得有多深 恨起来就有多凄厉 在情夫纳朗杰死后 除了外貌性情大变 施利吉更是在正式上 与丈夫普密蓬处处作对 最为明显的便是王储继承人的选择问题 普密蓬想让自己的女儿 施林通公主继承王位 这个女儿拥有一颗爱国爱民 奸济天下的心 是继承王位的最好人选 而施利吉却独独宠爱自己的儿子马哈 也就是现在的泰王马哈时事 施利吉对儿子马哈百般疼爱 极尽宠溺 在他眼中马哈就是天选之子 是继承王位的博尔人选 为了力保儿子上位 施利吉甚至与泰国军方勾结 给普密蓬施压 要求其让位于儿子 这才有了如今我们看到的 身居德国酒店 不管朝中正事 周围莺莺莺莺 后宫尽使家人的台王 拉马时事 普密蓬与施利吉 晚年间 似乎有往事随风的感觉 出现在公众面前 又有了当年甜蜜和默契 而在施利吉六十周岁的生日上 普密蓬特地打造了一顶三公斤的王冠 送给曾经的爱人 而两人相识一笑间 不知是逢场作戏多一些 还是兵士前嫌多一些 曾经浓烈相爱 却又残忍折磨 两人白发见盛 又有什么爱恨情仇 需要纠缠呢